財政司今早在立法會發表了2023至2024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主題是穩中躍進 共托繁榮新願景 我認同財爺今次在制定預算案採用中間偏鬆的原則 香港經歷了三年的疫情 雖然今年初開始逐漸邁向復償 不少市民和企業仍然面對各種困難 所以知智才爺在面對今年破紀錄1400億元的赤字 仍然對市民和企業提供適切的支援 繼續排檔 同時就香港未來在經濟發展提供針對性的措施 投放更多的資源強化和擴大領域 涉及香港八大中心以及人才培訓等等 美中不足的包括雖然增加了多項支援長者的計劃 但卻沒有處理香港建築物老化的問題 另外就建造業人才方面 主要針對前線和技術人員而忽視專業人才 並未為增加大學學額和私人企業培訓專業人才方面的支援 我會就財政預算案各項建議 在立法會繼續跟進提問 請繼續留意我的Facebook 看看到時我問些什麼 請大家 請多多多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